在韩国某处的小胡同里 隐藏着一位深藏不漏的大人物 如果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闹事 电话都不用料 直接单手制服恐怖分子 他就是韩国最后一个男子汉 曾徒手打死五千名丧尸的猛兽神马东西 马叔是当地最权威的警察 黑白两道在他的大嘴巴子管理之下 井井有条 可平静的日子里被一个小老弟打破了 躺在地上嗷嗷滋血 马叔一看文身就知道 这小子是毒蛇帮的人 老大叫毒蛇 还有个头号马仔叫小郑 这个毒蛇帮主就是负责小老妹的业务 被捕之人正是小郑的表弟 他马上安排三千名小弟前去报复 可不巧的是 刚出门就碰上赶来的马叔 马叔上去就是一嘴巴子 小郑赶紧跑出来解围 紧接着老大毒蛇走了过来 他告诉马叔 捅自己小弟的是象牙帮的玉田干的 马叔作为黑白两道的中间人 为了不让两个帮派发生冲突 马叔来到象牙帮的据点 那一群小混混还瞧不起马叔 突然马叔从人群中认出了玉田 玉田赶紧撒鸭子逃跑 马叔是满嘴脏话的一路追了过去 马叔准备将玉田带回警局 没想到玉田直接逃出刀反抗 黑巴掌呼应的玉田 被带回了派出所 软硬兼尸 但嘴硬的玉田啥都不肯说 马叔专制这种嘴硬的 半小时后 给这小子打得东倒西歪 他赶紧给马叔坦白了一切 但就在这时上司突然闯了进来 他告诉大家 最近在干警子区 发现了一件离奇分尸案 马叔他们马上赶到现场 去调查此事 到现场一看 死的还是毒蛇帮的老大 现场的警察直接下噎了 马叔怀疑 是毒蛇帮的死对头 象牙帮干的 马叔直接来到象牙帮的据点 然后一个看起来 不太聪明的小弟 挡在马叔面前 光头早就听说了 毒蛇老大被杀一致 一上来 他就撇得干干净净 光头一时没控制住 说话声音有点大 这就是马叔的规矩 但光头告诉他 毒蛇真不是他杀的 一无所获的马叔有点郁闷 到了晚上 马叔想放松放松 说是先找个KTV唱会儿歌曲 点个果盘不犯毛病 准备喝两杯就回家来着 可没想到KTV老板八面佛 给他安排了几个 身材恶娜的小老妹之后 马叔瞬间就改口了 紧接着一杯戒着一杯 那两小妹四个大灯 给马叔迷的是神魂颠倒 调查凶手的事情完全抛之脑后 玩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发生了件大事 昨晚KTV发生了一起命案 马叔探头一看 同事已经全部赶来 尴尬的马叔赶紧穿上衣服 装作没事的样子出去 马叔来到现场一看 桌子上一片狼藉 到处飙的全是血 KTV经理的手直接被斧头卸掉 这下马叔必须要好好查一下 这个案子了 他找到负责管理小老妹的秀琴 秀琴告诉他 昨天晚上来了三个死流氓 听口音不像本地人 其中两个死流氓抱着 KTV小姐一通乱啃 经理看到后不乐意了 把脑瓜子扔到一边 紧接着就是满嘴脏话了 老大看到小弟被欺负 他站起身给经理提了一杯 骂我可以 骂我的国家就不行 紧接着两个小老弟 抓住经理卸了他的手 这三个狠人就是刚从哈尔滨 偷渡到韩国的套饭 发型贼板症的这小子叫张成 两个手下一个叫老八 另一个叫阿瓜 为了搞钱 他们来的第一天 就干死了毒蛇帮的老大 马叔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 准备马上展开调查 可KTV老板八面佛来了 马叔让他别瞎整事 否则他KTV开不下去 回到警局他便开始 查看前一天晚上的监控 可没想到监控也拍到了 马叔的声音 而张成这边也没闲着 霸占完毒蛇帮的地盘不过瘾 还要去霸占光头的地盘 几人来到游戏室 老八二话不说给游戏机一顿砸 看成小弟走过来 可那老八是什么人物 看见小匕首根本不带怕的 这时因张成发话了 紧接着光头带着三百名小弟赶来 光头一听有点懵 赶紧进去看看咋回事 他刚一进来 就看见张成嚣张地坐在凳子上 光头走了过来 张成直言从今以后 游戏是归我 麻将是还是你的 突然光头的小弟 被老八一脚踹了进来 光头见大事不妙 赶紧带着小弟离开现场 而这个张成也是越来越狂 带着小弟到处收保护费 谁敢不给 老八直接就请他吃打火机 在张成的威严之下 浮山市变得越来越乱 而马叔也越来越闹 那些小弟们什么小弟们啊 那些小弟们什么小弟们啊 那些小弟们啊 那些小弟们在小弟们 这些小弟们是非常有名的 那些小弟们 那些小弟们的小弟们 那些小弟们的小弟们 晚上马叔几个人来吃火锅 刚好碰到了张成他们 也来吃火锅 马叔一言就看出不对劲 他让手下去跟着上厕所的张成 手下刚走进去就被破了一脸的热油 老八他们看情况不妙 马叔赶紧追了出去 可张成几人早就跑了没影 这下彻底惹怒了马叔 他发誓不抓住这个逼崽子 自己二百来斤肉白掌 另一边光头趁张成不在 又杀回了自己的游戏厅 第二天老八赶到的时候 气得他对着肠子的小弟一顿输出 老八一听是光头 瞬间怒火攻了心 吵起家伙就准备去复仇 可光头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就当老八他们走进死胡同的时候 光头带着人出来 将他们团团围住 小弟们突然冲上去 战役打响 可那战役刚打了不到两分钟 马叔就赶了过来 嚎住光头一领子就让他滚 光头虽然很不服气 但也只能乖乖听话 可那老八也没把马叔放在眼里 上去就跟马叔干了起来 跟马叔打过仗的 除了丧尸 基本上全都败了 老八也不出意外 被雷晕了过去 但另外两个小警察 却没逮住阿瓜 让这小子跑了 逃跑后的阿瓜 仅忙给张晨打电话 跟他说明事情的经过 以及老八被警察抓的消息 警局这边 老八啥也不肯说 还对马叔口吐光言 一顿言行逼供之后 这小子还是傻也不肯说 而且还差点咬舌自嗨 马叔很头疼 张晨的线索又断了 第二天光头正在给母亲庆生 阿瓜拿着灭火器就干了进来 现场瞬间一片混乱 紧接着张晨拿着小斧头干了进来 对着光头一帮小弟就是砍 小斧头都砍卷刃了 突然光头冲了过来 但这光头显然不是张晨对手 港人战斗半小时后 光头腰子被撬了一刀 一带游戏厅霸主光头影恨西北 第二天电视台开始疯狂报道 局长也给马叔他们下达了死命令 一个礼拜之内 所有坏人必须捉拿归案 否则全部集体下岗 马叔先是去找KTV老板 八面佛打探消息 可没想到 那八面佛的小弟 熊大还敢拦路 马叔已经够烦的了 还有这粘牙的 你别看熊大一身肉 可这些都是虚肉 马叔找到了八面佛 此时的八面佛正在摇人 他要派出三万名小弟 让张晨脑袋搬家 马叔告诉他 别没事找事 这么打来打去的 我怎么抓人 八面佛也不敢跟马叔叫嚣 只能配合马叔工作 紧接着 马叔找来了当地群众 他要发动群众的力量 搜集张晨等人的犯罪证据 但马叔查看视频后 张晨一直没露面 一直都是一些小混混出面收的保护费 无奈之下 马叔又想到一招 他假装把老八放了出去 在路上 押送的警察故意给老八了一包面粉 让他帮忙找销路 如果能找到就放了他 没想到 在韩国 就可恶这么呢 有什么我能帮的吗 老八嘚瑟地以为这两小警察是腐败分子 直接答应下来 放出来后 老八高兴地回去找大哥 张晨一听觉得这不对劲 张晨觉得老八背叛了他 但他不知道 老八就是天生的脑子不好使 紧接着老八掏出小面粉 张晨一尝 是那个味儿 老八告诉张晨 对方要一百公斤 明天晚上九点再唱八KTV交易 但他们必须要见到大哥 否则不愿意交易 而马叔这边一切准备完毕 突然老八打来电话 老八跟他们约定好了见面时间 马叔赶紧提前带着人来到KTV 准备好一切之后 张晨终于出现了 这妥妥的横板蛊惑在场景再现 正当几人来到包间内部的时候 却不见张晨的身影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都是我的手下 带来跟你打个招呼 马叔也不明白咋回事 一声令下就干了进去 现场一片混乱 唯独不见张晨的身影 可没想到 张晨这小子贼精 他用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 直接跑去八面佛的KTV 清场子去了 一招调虎离山之计 八面佛赶紧跑路 最后还是被张晨带到 我这死话 这死话 威胁他放弃酒店 不然就干掉他 好在巡警及时出现 八面佛才幸免于难 而正当马叔他们一筹莫战之际 他的手下打来电话说 在路上发现了张成 他们正准备开车往机场跑路 得知位置后 马叔赶紧开车赶了过去 而小弟这边眼看张成要跑 直接拎着煤气罐就要拦住他们 张成直接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危机关头 马叔忽然开车撞上去救了小弟一命 但不幸的是 马叔的车门被卡住了 等马叔好不容易从车里钻了出来时 张成早就跑没了影 张成一转眼的功夫就来到了火锅店 进去坐下就要吃火锅 可那老板告诉他已经下班了 火锅店老板看情况不对 赶紧让儿子跑到后厨给马叔打电话 但马叔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 突然张成来到了后厨 马叔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来到了火锅店 此时火锅店里老板已经影恨西北 小火也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马叔把小火送上了救护车 小火 응? 专本来到中国了 匈roller把小狗中抱住 好的 誰來得出的 你自己說 什麼呢 講 nap 什麼 马叔第二时间赶紧赶到机场 在厕所里刚好碰到了出来的张晨 双方战意打响 张晨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拿个扫把头满嘴脏话的打来打去 马叔上去一大炮子将怒火打灭 张晨趁机捡起玻璃碎片 对马叔疯狂偷袭 没想到被马叔反手掐住小脖子 紧接着凝断张晨的手腕 然后提着张晨直接靠在了小便池上 张晨一看打不过来 便开始对马叔说脏话 这一大嘴巴子让张晨彻底落实 厕所门口好几个哥们 憋得前列线生疼也不敢进去 这一下所有坏人都被抓 拨拿归案 福山市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没人会知道 在一个小小的街道里 一直隐藏着一个大人物 永远守护在这里 三更半夜的首尔郊区 人际汗志 一个满身刺青的男子 听着轰隆隆的火车声 大骂这破酒店真该死 深怒之下他睁开眼睛准备揍一顿保镖出气 结果发现他不知何时被人挟持丢到了街上 浑身上下就只剩下了一条裤衩子 看着一面走来的女仆 渐行渐进的杀气 男子当即笑问道 我乃日本关西坐山虎 我知天真一 你算哪门子鼠辈敢打我的主意 古井无波的女子直接回怼 念你是个武士 来吧 公平一对一 不偷袭你 照样干死你 画霸间 丢出了坐山虎的随身武士刀 随后 拎起一柄开山虎就刚的上去 兴奋又凝重的坐山虎当即抽刀 施展出日本战国时期的最强刀法 萨摩世现刃 试图一击必杀 因为他猜出了来人身份 韩国第一杀手集团MK的王牌之刃 吉福顺 转眼间百招一过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手持武士刀的坐山虎完胜福顺 围让福顺心服口服 坐山虎让其更换武器再来一局 结果不脚武德的福顺 偷偷拿出一把枪 抬手就是一记美式居合 坐山虎直接暴毙 这就是福顺的生活 在工作上 他是雷雷风行的杀手 百战百顺的传奇 在生活上 他是细致如微的母亲 无话不谈的知己 看着女儿口袋里掉出来的香烟盒子 在第二天终于等到了机会 有人上门刺杀 而对象正是整日酗酒的继父 好巧不巧的是 这杀手有个跟他一般大的弟弟 所以他不杀未成年人 可若是不杀 凶手的秘密就会暴露 开心的福顺 直接一脚踢翻椅子 送继父去死 然后跟在此人身边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 今天的杀手传奇 一夜无话 福顺财上大忌 身妆出席 女儿小英的学校家长会 陪校结束后 急匆匆的来到 老八九管与好友小聚 毕竟知田真一在日本黑帮之中 雄名远扬 黑市人静皆知 所以面对福顺的这一完美的作品 一帮阿谀奉承之辈 全都陷上膝盖 不令夸奖之语 福顺也习惯了这个 众星捧月的感觉 没办法 谁让MK是一众杀手组织中的龙头呢 而他又是MK的最强锋刃呢 尽管他一年迈 临近退休 但依旧明亮如星闪耀到不行 可有人屈炎复食 就有人刚正不阿 九成就是典型的代表 实力与福顺极为接近的他 本该与福顺一样 同为A级杀手 享受A级待遇 拿下A级薪酬 可不知为何 他就是不遭人待见 直到现在呀 都还是最底层的D级杀手 看着这个一脸孤傲 单手送箭的男人 福顺邪媚一笑 跟其回到了出租屋 一番云雨过后 福顺掏出三张支票 丢到床头 自尊心受挫的九成 极为无奈 这种情形搞得他跟出卖身体一样 极为个影 可不等他说话 福顺留下一句 好好给你老爹治病 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不同于福顺潇洒的是 女儿小英正在学校的角落里 和闺蜜小琴互换口水 腻歪到不行 且好巧不巧的是 一直暗恋小英的刚子 刚好路过此地 撞见了慌慌张张的二人 激动的他 似乎猜到了什么 当即要挟小英 陪他到操场走一走 可是在小英杀气腾腾的眼神里 他当场就害怕了 只能目送小英离开 两个同行之人瞬间嘲讽 我们刚子果然还是 一如既往的孬种 恼羞成怒的刚子 欺然一笑 一个复仇计划 瞬间在脑中形成 一夜无话 MK集团杀手之主 薛景球看着浮顺的早经新闻 嘴角满意的 不由的笑出了声 此举顿时遭到了 同为集团理事的妹妹 薛炎的嫉妒 因为任务上明确要求 不能用枪 可薛景球觉得此举 刚好能让MK摆脱嫌疑 毕竟在韩国黑道不能用枪 这事地球人都知道 看着哥哥眼中的宠溺 薛炎下楼故意碰上符顺 将其带至新人训练营 试图用最近脱颖而出的新人 阿旭让浮顺出丑 因为他坚信 宝刀再强终会老 可浮顺呀 尽管已过当打之年 但实力呢 依旧不容小觑 三招两式便将阿旭制服 手段果决很辣 赢得现场赞叹无数 考验风波过后 浮顺迅速上楼面见薛景球 而后者一等候多时 这两个A级任务你挑一个 必须尽快完成雇主要的很急 浮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内的那个 免得近期有些自闭的女儿 出了什么差错 眼看浮顺接下任务 薛景球缓缓道出了 心底最为期待的疑惑 你答应过我 为什么推迟不与MK续约 究竟在担心什么 早就厌倦了杀手生活的浮顺 不愿扫了老薛的兴致 毕竟这里是杀手的终极殿堂MK 只能跟其来到相识的第一个餐馆 边吃边聊 可学校的一通电话 让其顿时方寸大乱 小英在学校用剪刀刺伤了人 我就封你口 用世上最顿的刀 很快脚踩大计的符顺赶到了学校 校长未免此事继续发酵 明确表示 如果小英不公开道歉 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将其开出学校 白思不得其解的浮顺 不敢发火 生怕刺激到小英 可后者却极为平静地告诉他 我刺他警动漫 就是想让他死 让他永远闭嘴 听见此话的浮顺 突然僵住了 因为他为了给小英正常的生活 关于杀手的一切 他都极力隐藏着 可如今他骨子里的暴力 似乎通过血脉间接苏醒了 另一边送走符顺之后 老薛赶到秘密基地 召开杀手大会 因为昨夜黑市上出现了一具尸体 伤口从动脉直穿腰椎 这很明显是职业杀手的手笔 但作为任务发布方的MK 根本就没有接过这样的单子 所以毋庸置疑 是有人接了私活 坏了杀手联盟的规矩 为了趁势打压这个刺头公司 老薛明确表示 将追查到底 而后单枪匹马坐上飞机 朝着俄罗斯飞去 很快已是深夜 福顺按照老薛的要求 带上公司的新人阿旭 一起出任务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两人轻而易举地 前进了目标的别墅 并布置好了立坟的现场 只要这下 斯拉一结束 两人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可不知为何 福顺总觉得 眼前的少年似乎哪里见过 心声不祥之下 他毅然打开公司准备好的遗书 果然让福顺想起了 前天陪女儿一起看的新闻 总统参选人吴正直被人举报 儿子通过非法途径 进入顶级音乐学校求学 这一刻福顺明白了一切 很明显 一员吴正直 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 选择牺牲儿子 看着与小一年纪相仿的孩子 福顺想起了那段 被继父家暴的日子 所以在一顿头脑风暴之后 他下了一个决定 放弃任务 借以保住这个孩子的性命 于是他毅然拨通了老薛的电话 谎称安眠气体泄露 导致孩子苏醒 并为保险起见 希望老薛将此任务封存 禁止任何人参与其中 若老薛同意 他就可以跟MK前续约合同 在电话另一段的老薛没有回答 因为他猜到了 福顺的种种行径 沉默的他 宛如一头发狂的野兽 在发现任务目标后 当即火力全开 将怒火宣泄了出来 被打出真火的俄罗斯黑帮 直接一拥而上 可老薛在MK能当上掌舵人 岂会没有两把刷子 一人一枪一刀 宛如天神下凡 刷刷刷地收割着众人的生命 随着一阵狂刀乱舞 喷子机名老薛结束了 俄罗斯的刺杀之行 而他的怒火在这一刻 也全部消停 话断电话后 老薛迅速电联薛炎 让其封存刺杀档案 以任务失败 对雇主答复 得知此事的薛炎 顿时笑出了声 他知道福顺老了 但也不该这般没用 再结合老薛 封存档案的举动 他转念一想 便猜到了其中的剧情 这一刻 忌妒的滔天之火 从其胸中凝聚 因为他一直爱着薛锦球 但血脉关系这道坎宛若鸿沟 兄妹俩注定不被世俗所容 更可恨的是 老薛一直暗恋着福顺 但福顺的心 早已经给了17岁的小鹰 身体也给了集团内 最为英俊的后生九成 而这也是九成迟迟 得不到净身的缘由 老薛嫉妒他 而在这时 刑警突然送来一份资料 上面显示 那个做私活的杀手 刚好就是九成 薛炎顿时兴盛一计 借刀杀人 好不知情的九成 未免被MK弹劾 只能听话照做 杀了吴振职的儿子 帮其圆了竞选总统的美梦 另一边 小鹰在经过思想斗争后 选择和福顺坦白 他爱上了好友小秦 并让一直暗恋他的男孩子 小刚拿到了罪证 对方为了撑场面 得到小鹰 用照片作为要挟 小青未免卷入舆论洪流 也来帮腔 让其出卖自己 答应小刚 小鹰一怒之下 就选择了出手 脑袋里一团江湖的福顺 不知该如何回答女儿 而在这时 昨夜那个实习生阿旭 突然找上了门 一边是对其有愧的新人 一边是失恋伤人的女儿 福顺只能先让女儿在家待着 等他处理完阿旭再说 而后便将其带到了老八酒馆 谁知在这里 居然遇到了一众老友 要给九城庆生 得知来龙去脉后 福顺当即抢过九城电话 怒骂薛炎 刚刚才被薛锦球 骂到狗血淋头的薛炎 彻底怒了 当即让九城打开免提 发布追杀令 各位杀手同仁 我是MK的薛炎 如果你们驻九城 拿到福顺人头 我可以直接给各位 B级杀手的名号 一步登天 不等薛炎幻影落下 在后厨的老八 直接就是一记夺魂丝 若不是他曾被人 斩断了一只手 想必遭遇偷袭的福顺 此刻已经无了 感受周围的灼灼杀气 福顺知晓此刻再不能留守 当即火力全开 首歌重有生命 很难想象 五分钟前众人 还是无话不谈的老友 结果一通电话 某些人就丢了性命 眼看福顺前辈 逐渐落入下风 一旁的实习生阿絮 当即加入战场 随着九成的遗言落下 福顺一刀结束了整场的战斗 为免薛炎再做文章 福顺迅速叫来杀手集团 公用的清洁工 将尸体拉走 而后准备回家照顾小英 谁知电话刚接通 薛锦球就杀了过来 你越线了 吉福顺 我到底要怎么包庇你才行 因为清洁工回去之后 一定会将福顺杀人一事告知 本来MK在行业之中就遭人眼红 如今这般形势 各小公司指定会发难逼宫 此刻的福顺不管其他 脑海里只有薛炎这个疯子 老薛猜出了福顺的想法 当即立声警告 你动不了他 你最好的做法 是明日去公司签续约合同 这样我才能保住你 不被同行所动 如若不然 我很难保证 小英的尸身是否完整 筋疲力尽的福顺 推演到了英刚老薛的结局 于是他选择隐忍 答应了老薛的所有要求 帮助实习生阿絮美颜 让其回到MK后 福顺整理好庄荣回家 在电话里 听到一样的女儿 风一般的透露心声 担心妈妈出事 再不敢隐藏自己的情绪 感受着 两颗愈来愈近的心 福顺的心 水泡水跑到厕所 算是给了女儿侧面的回应 一夜无话 老薛召开杀手董事会 将福顺杀人一事 全部推给死去的九成 同时暗地里将实习生阿絮灭口 死无对证 借以真正保全福顺 我为杀手黑市 千年老二的 雨神 彻底怒了 当即要跟老薛 比较 结果被老薛 杀鸡锦猴 活活 打死在了会议室中 其余董事成员敢怒不敢言 只能离开了这个穷龙 另一边 薛炎为了嘲讽福顺低头 做他MK的狗 将老薛灭口实习生阿絮一事告知 暴怒的福顺 直接拿起钢笔 戳穿了薛炎的喉咙 而后将这根带血的利刃 放至前台 给老薛送去了最后的问候 返回总部的老薛 看着监控的人 以及妹妹的尸首 毅然拨通了小英的电话 让其转告福顺 三日后请他喝酒 随着薛炎葬礼结束 小英不再梦醒 福顺关上房门 来到了MK大楼 位于顶楼的薛景球 看着抵达的电梯 啪啪啪 八枪 打碎了所有曾经的渴求 感受着鼻尖的子弹 福顺微微一笑 坐上茶台 一人一杯酒 这一刻 福顺再次开始推演 他幻想了近百种攻击方式 但每一种都被老薛识破 自己惨遭割吼 古井无波的老薛 似如不败金刚 根本没有破绽 想着过往的种种 以及越来越开朗的小英 福顺突然想到了 老薛最隐晦的那个诉求 于是他当即 以点画面借此为缺口 一刀成功斩了薛锦球 没错 老薛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吉福顺 老薛死前一滴泪也没有流 因为他知道 无论是他死还是福顺死 他余生都将活在地狱之中 所以他事先将这一切 做成直播给小英送去 借以毁了福顺苦心经营的一切 让其也尝尝地狱之痛 却不料懂事的小英 在福顺回家之前 已经调整好了一切 仿佛一切都未发生 故事的最后 福顺成功退影 彻底和女儿融入田园之中 当然他也没有放过 吴振职那个竞选总统的畜生 极为工整的女性动作大剧 强烈推荐大家看看原片 男人名为张鹤 本是韩国黑市的顶尖杀手 截备森严的向导之上 人潮汹涌 一辆薄荷十一的右黑大忌 突然降临到了这片平民区中 看着一具具尸体被抬走急救 警察拦住将大计逼停 驾车之人连忙摇下窗 笑脸相迎 询问警官发生了什么事情 将副驾女孩的局促不安 尽受掩底后 警察迅速回应 这个小溜冰场死了五个未成年 个个身中十八岛 现场极为猙獰 眼看此人油言不敬 警察不动声色放人 而后悄悄地将车牌号记在心中 望着后视镜中的谄媚警察 男人回家后 瞅着新闻 彻夜无眠 因为他清晰地记得 昨夜溜冰场并未下死守 可如今 这五具尸首 却是板上钉钉 这是栽赃 假货 还是另有隐情 抚摸着这个乘风数年的武器白宝箱 男人脸上 顿时闪过一丝 狠立之情 看来 在他金盆洗手之后 江湖上或许 已经忘了那个 明镇黑市的凶名 杀神风 但在迎娶娇妻之后 一夜应退 藏身到了这宛如市外桃源的郊区别墅之中 你浓 我浓 若是二人一直这般 导演铁定 觉得不行 所以一个幺蛾子 好巧不巧的 出现在了两人的生活之中 结果 妻子 速速过来 说自己要陪一个姐姐 去几周 旅行三周 若是张鹤 能带位照看姐姐的宝贝女儿 回来就陪她 打枪 打个狗 骗人 是小狗 看着阴谋得逞 欢呼雀跃的妻子 张鹤 不忍心拒绝 只能踩上大计 将二人送至机场 而后 停至那个女孩的辅导班楼下 一睡方休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名为小鹰的女孩 敲响了窗户 确认身份无误之后 张鹤一脚地板油 带上小鹰和她的同学 开始狂飙 结果刚过一个红绿灯口 小鹰告诉她 她要和同学去书店看书 顺便去借宿几天 张鹤一听大喜过往 当即送上林前 让其多住几日 同时递上电话 方便联系 然后便回家 呼呼睡了过去 奈何不等张鹤梦见妻子 小鹰的求救电话 便打了过来 无奈的张鹤 只能以最快的速度 赶了过去 奈何抵达现场之后发现 这只是小孩子间 炫耀大忌的把戏而已 看着坐上鬼火战车的小鹰 以及路边鸣钉大罪 一不蔽体的罪虾女 想起妻子叮嘱的张鹤 顺着定位追了上去 原来林前里 她早放了跟踪器 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 另一边小脸煞白的小鹰 正跪在一个大姐头面前 眼中满是战力 说着就要对小鹰动手 好在张鹤及时赶到 一招空手夺白刃 振翻全场 疯狂的大姐头 一刀刺了上去 张鹤抬手就是一垫跑 给其砸晕了过去 本以为这场闹剧到此为止 结果一则无死新闻的出现 让张鹤再现杀局 他知道对方一定来者不善 冲他来的 果然不等他做早饭 昨夜那个警察便找上了门 来人自称嫖风 明确表示 张鹤与无死命案有关 他手上有一段模糊的监控 可张鹤是何许人也 你既然拿不出证据 他一个字都不会多说 眼看警察离开 楼上的小鹰紧张到昏头 结果这时 昨晚的那个大姐头 突然打来了电话 看见新闻了吧 现在立刻 马上给那个小婊子送过来 不然我将带 由你指纹的杀人凶器 送到警察局 张鹤知晓此事不能善了 半秒头脑风暴过后 迅速掏出 牙箱底的定位手环 避免对方声东击西 而后踩上摩托 直身杀了过去 一阵风驰电车之后 张鹤顺利赶至目的地 并成功找到了 那个大姐头藏身的地址 鸡头一瞅有人砸场子 直接叫来怒目金刚 却不了 一个照面 便被张鹤捶晕在了沙发上 成了后者的人质 为了销毁证据 张鹤疯狂暴狠 接连出击 给没见过大事面的鸡头 吓得够翘 鸡头赶紧丢刀的同时 掏出手枪 啪啪啪的招呼的上去 子弹全都擦身而过 发型都未乱一丝 眼看罪魁祸首逃走 张鹤顺着向导 不停追赶 结果在这光怪陆离之中 藏着一个高手 未免对方引来援兵 张鹤也不练战 剪刀便走 谁知在到家之后 发现了被毁掉的监控 以及空空如也的大房子 这一刻 张鹤的杀意被彻底击起 他拿上满弹的手枪 便沿着定位杀了过去 摸着滚烫的发动机 张鹤一肘击穿车窗 利用对方开门查看 放松警惕的同时 一拳开天门砸了进去 顺利救下了三个失足少女 可令张鹤郁闷的是 他翻遍了出租屋 也没有小鹰的影子 正当其思考 如何进行下一步之时 突然听到一阵 慌乱的脚步声 张鹤一停 当即追了上去 没错 正是夺路而逃的大解头 在张鹤的森冷杀意之下 大解头不敢隐瞒 原封不动地 讲出了他们组织 如何诱骗未成年少女 下海的全过程 但在谈及小鹰之时 却是模棱两可的 织屋过去 张鹤一看也不废话 大手直接放上大腿 轻柔无比 大解头以为张鹤 见色起义 谁知下一秒 张鹤警告他 再不说 你的大腿动脉 就会被切断 拘痛到浑身颤抖的大解大 只能倒出了 小鹰的藏身底 拿到情报之后的张鹤 电连警察 朴峰前来救人 避免大解头 精血流干 而后马不停蹄地 赶至圆州高尔夫球场旅店 杀神领域正式开启 随着电梯门打开 以并开山幅迎面而至 杀神领域正式开启 杀神领域正式开启 望着堆满尸体的向导 三个漏网之鱼迅速开始逃窜 看着恐惧的三人 张鹤抬手一枪杀机警猴 而后再杀一丝 成功拿到了抓走小鹰经纪人的消息 可不等他确认 这个经纪人被人推下三楼 活活摔死了 此情此景下 张鹤也不留守 直接杀人灭口 转而迎上了手握俄罗斯特种部队 专用军刺的神秘杀手 来人名为段昆 自上次与张鹤短暂交手之后 曾经的战场豪情再度燃起 所以不等张鹤询问 甚至主动告知了小鹰的位置 东营码头海生 唯一利纳号早上八点 但是想救人 可先得过了他这关 看看杀意腾腾的段昆 张鹤深知不能在此浪费时间 于是在一脚阵麻其壁的同时 以迅雷之势跑进大楼 且战且退的 钻进了绳索机关门 利用楼下的汽车尾箱做肉垫 成功逃出身天 听到响声的警察 朴峰迅速上前抓人 但张鹤的反应乃是杀手级别 不等朴峰反应 二者在接触的一瞬间 便被张鹤擒在身下 这一刻再无人拦他 这个被愤怒点燃战役的杀手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动营码头 一顿巡查之后 成功发现了小鹰的踪迹 未免池子生变 张鹤一脚地板油撞上黑车 直接将其掀翻 确认在无危险之后 张鹤开始审问 究竟是谁点了小鹰 如实招来 并借此发现了警察朴峰 和他们勾结的证据 为稀释宁人 朴峰只能答应 帮张鹤擦屁股 并帮其动用人脉 查清小鹰被掳走 究竟是谁 在背后点菜指使 转眼三天已经过去 小鹰顺利康复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杨凯通过国际刑警 顺利打听到了宝马鸡头的上级 此人名为朴医生 是来回周转于俄罗斯的高级舌头 而小鹰在俄罗斯落脚的 宾馆的开放人 就是朴医生 想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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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帮助 那我们的帮助 要确心 那你今天 你今天 要确实 拿到朴医生详细信息的张赫 拿上冰美式 直接登门拜登 在这剧痛之下 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人皮生意集团 彻底浮出水面 幕后大boss 是个极具权势的法官 平日里他看上哪个少女 朴医生都会将其弄到手给其送去 若是对方未成年 老顽固还会双倍给奖励 所以为了讨好老顽固 他的人皮集团将触手 伸到了俄罗斯 东南亚等地 大行进出口贸易 正当朴医生吐露之时 突然他接到一个 名为猪妈妈的神秘信息 面对死神的威胁 朴医生不敢隐瞒 也道出了猪妈妈这条暗线的隐秘 看着这头猪狗不如的风魔畜生 被彻底激怒的张赫 啪啪啪打出五枪 在这一信息的指引下 朴医生顺藤摸瓜 成功揪出了幕后大boss 首尔第一法官世家 下一届大法官候选人 朴出国 得知此事的张赫当即找上老友 搞来一把山寨巴雷特 还有 里面的爱副声封 每天后装会 或者帮忙 还有一种完整的 这就是 选择 还无法挨付 这一款 不得科胜帮名的了吗 平时 我没有 尤其这个 剪达她 дорог 这咖啪 剪达她来 那 剪摸So 剪达她的被设了 什么 哪 在夜色降臨之后 出国山庄歌舞升平 九池肉林之时开始疯狂狙击 张赫沿着通风管道正面杀了进去 与此同时另一名JK学生妹被送到山庄 看到倩颖的朴出国兴奋到眼冒红光 当即放下早已玩腻的作变器 向卧室快步走去 另一边人党杀神魔党杀佛的张赫 一路过关战将成功闯入腹地 坐到端倪的段昆当即前来阻截 一路尾随其后的黑井朴风 也是关键时刻反水 双拳难敌四手的张赫无奈被捕 一路被扣进了 朴出国的卧室 看着这个坏他好事的杀手 守抚少女的朴出国当即下令出去杀了 不能在这儿坏了她的兴致 而后急不可耐地朝着床上的少女扑了上去 随着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被压界上路的张赫利用钢门一招反制瓢风 不等张赫传上一口气 急痴白脸的段昆杀到此地 没关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看再无打手到此 张鹤缓缓走进了嫖出国的房间 而他正因睡到女孩笑得春风得意 但在其看到张鹤之后 脸色顿时僵硬 宛如吞了一只苍蝇卡到喉咙里 为了活下去 嫖出国交代了唯一合作伙伴 猪妈妈的全部信息 以及张鹤后辈子的诠释 但在一声狂笑之下 所有的所有都葬身在了清脆的乱腔里 故事的最后 张鹤悄悄赶至冀州 找上了约走妻子的神秘女人 原来他就是 嫖出国口中的猪妈妈 作为小鹰继母的他 将其当成了高级社会的赚钱工具 之所以只带素素一人 就是想让张鹤和未成年的小鹰发生点什么 进而就有了后边诈骗的后续 可他万万没想到 竟有男人对JK小妹妹不感兴趣 更值得注意的是 素素似乎早就猜到了猪妈妈的身份 所以故意跟其离开 继而逼迫丈夫重出江湖 将跟他同病相邻的小鹰 从水火之中救出去 就如15年前张鹤救他一般 温柔一世 极为工整的动作爽聚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